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有趣 副标题是让高去商成为你的竞争力 在生活和职场中 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吸引力 有竞争力呢 首先智商特别高的人肯定要算一个 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甚至可以过目不忘或者解除世界难题 其次呢就是情商特别高的人 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顾及他人 把话说的特别得体 那除了能力人际关系 还有一种竞争力就是有趣 有趣的人也就是这本书说的去商特别高的人 他们有种魔力 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能马上吸引你的注意力 让你不自觉的想去接近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感叹了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啊 可见有趣的人是比较稀缺的 要做到有趣也并不容易 不过没有关系啊 只要跟对人学对方法 有趣的灵魂也许就不再是万里挑一了 比如今天这本书的作者 朱老司老师的老丝绸的丝 你看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有趣啊 但是你肯定想不到他曾在麦肯西就职 是一个正经严肃的咨询顾问 为世界500强和中国大型企业的决策层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从2020年开始 朱老司先后在抖音 微博知乎等线上平台 通过有趣的视频传递各种职场干货 有趣逐渐成为他的标签 并让他迅速获得了百万网友的关注 在转型的过程中啊 作者走过不少弯路 也经历了不少的挫折 他将这些心得体会凝缩成了一本书 也就是今天的这本有趣 所以啊 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在第一部分我们说说什么是有趣 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有趣到底有什么用 第三部分我们重点讲讲 怎么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要想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我们得知道有趣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是什么让他们看起来很有趣 这些人的第一个特点是 有独到视角 有一位画家叫黄永裕 咱们先不说他画的有多棒啊 我们先来看看 他是如何给自己的画取名字的 他画了只鹦鹉 取名叫 鸟是好鸟就是画多 画了只下蛋的母鸡 取名叫 生个蛋 犯得上这么大喊大叫吗 虽然画的内容啊 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事物 但是看到这些画的名字的时候 咱们还是会忍不住的感叹 这人有点意思 那到底哪里让我们觉得有意思呢 首先 黄永裕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就非常独到 如果换成我啊 看到一只母鸡和一个鸡蛋的话 大概率会起名为母鸡下蛋 再有 这些名字虽然看起来轻松 诙谐 但总有一种事情没那么简单的感觉 这是因为啊 当某人抛出一个独特的视角后 便会启动我们的认知好奇心 会让我们停下来 仔细琢磨一下其中的含义 就比如 生个蛋 犯得上这么大喊大叫吗 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多想一想 就会发现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 母鸡下蛋 公鸡打鸣 原本就是各司其职的分内之事 不需要自吹自擂 诚实做人 秉公办事才是硬道理 是不是越想越觉得有趣啊 不仅能激发好奇心 还让人们觉得有意外的收获 你看 有些人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他们采用了独到的视角 去看待世界 而独到的视角 往往又可以激发我们的认知好奇心 整个过程 都会让我们产生有趣的感觉 但是 有独到的视角就够了吗 其实还不够 就像黄勇玉先生表达自己独到视角的同时 所用的语言也十分的诙谐幽默 这个技巧 在TED演讲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怎么在一场15到18分钟的演讲中 让观众既感觉有价值 又享受其中呢 怎么有价值啊 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演讲的嘉宾 都是像比尔盖茨 斯蒂芬霍金这样的大人物 他们的观点自然很独到 能带给我们启发 那怎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让他们觉得 这小20分钟不枯燥 反而很有趣 很享受呢 很简单 就是应用幽默 作者做过一个统计 发现一场TED演讲 观众平均每分钟会笑1.3次 这是什么概念 最好笑的喜剧电影的笑声频率 也不过每分钟1.8次 所以 演讲者会使用大量笑料 让自己的表达更有趣 除了幽默的表达 你会发现 有的人即使不说话 也会让人觉得很有趣 我们常常会被他们那些 非常规行为所吸引 比如 末篇大师卓别林 用那抹紧贴着鼻子 齐刷刷的胡子 就掳获了观众的心 除了胡子 卓别林还运用了很多其他 让观众觉得有趣的方式 比如帽子跌落 突然跌倒等等 这些出其不意的行为 都会让人觉得有趣 就像卓别林自己形容的那样 我无意中找到了演出的秘诀 那就是出其不意 再比如 以前大部分画家 都是用画笔 在纸上或画布上做画 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 杰克逊·波洛克 在1947年 创造了一种低画法 就是把一大块画布铺在地上 然后把颜料装进袋孔的盒子里 光着脚 一边在画布上走动 一边把颜料滴在画布上 形成复杂错乱的网状画风 这种独特的画风与行为 引来了众多效仿者 还引起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关注 甚至波洛克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 你看 我们会关注新奇的事物 会被非常规的人或事物吸引 这件事 就像是动物和人类的原始本能一样 因为曾经有研究就发现 连五个月大的婴儿 如果重复看到同一个东西 也会因为失去兴趣 而把头转向一侧 直到面前出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新东西 才能重新吸引他们的注意 那除了独到的视角 幽默的表达和非常规的行为以外 一个人如果能在不同领域都有建树 也就是咱们说的斜杠青年 也会让人觉得有趣 一片煎好的去皮面包 中间放上三厘米厚 150克重的菲利牛排 上面再盖上肥美的尖鹅干 最后撒上一层松露 少许盐和胡椒 一份美味的罗西尼牛排就这样诞生了 为什么叫罗西尼牛排呢 因为它是以意大利作曲家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的名字命名的 对你没听错 是以作曲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9年37岁的罗西尼 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从歌剧创作中退休 转行去做一名美食家 他一边在各个国家探寻品尝各种美食 一边做美食研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罗西尼牛排 罗西尼去世后 他的名字还被列入了法国烹饪经典拉鲁斯美食百科权术中 你说他是作曲家还是美食家呢 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个有趣的人 没错 我们会觉得一个跨界高手 也就是多面的人很有趣 就是因为能够在不同领域中产生交集 本身就是很稀缺的特质 而这个特质让人更立体 不过多面或多才多艺 并不能直接和有趣化等号 首先 不管是两面还是多面 都不能太浅 得有一定的深度和专业性 同时 透过一个人的多面性 我们得能看到他对世界的好奇 并以超出一般的热情去探索 去拓展 这种由内而外的东西 才会感染到我们 才会让我们觉得有趣 这种感觉就像 单位里有一个同事 业务能力很强 平时给人感觉不苟言笑 声人物尽 有一天 你去剧场看脱口秀表演 发现台上那个说话眉飞色舞 把你逗笑的人正是这个同事 这时候 你不会不在心里感叹 真是个有趣的人 好 简单来总结一下 上面说的这些包含了作者归纳的有趣的四个特征 分别是 独到的视角 幽默的表达 非常规的行为 以及多面的合体 我们可以发现 有趣是一个多维且深刻的定义 它不等于滑稽 也不仅仅是幽默 它既可以表现在一个人的表达或行为方式上 也可以源自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又或者体现在我们作为个体的存在方式上 那知道了什么是有趣 在探讨如何变有趣之前 我们先来回答另一个问题 就是有趣有用吗 答案是有用 但是有趣的用处可能不像高智商 高情商那样直接和明显 作者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认为十分恰当 他认为有趣是个系数 可以对我们其他各项能力起到点缀和放大的作用 听起来有点抽象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感受一下 曾经有一家玻璃制品的制造商 为了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他们就聘请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 这位市场总监很奇怪 他没有下功夫去宣传杯子的玻璃多么结实耐热 而仅仅是在设计上做了一个细微的改动 什么改动呢 就是这款杯子上原本印有许多小鱼 他们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游的 这位市场总监让设计师把其中一条鱼的方向改了一下 就让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游 变成了逆流小鱼 没想到的是这个微小的改动 让这款杯子在众多结实的线条优美的杯子中脱颖而出 销量一路飙升 你看这便是有趣带来的辨识度 难道玻璃的质量更结实一点 线条更优美一点 不会让杯子更有辨识度吗 可能会 但除非做到最结实或最优美的程度 否则很难有逆流小鱼这样具有跳跃性的辨识度 这很好理解 凭时我们购物在同等质量同等价位的产品中 我们一定会选择看起来更有特点 更有意思的那一个 所以对于有趣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趣的人也更有辨识度 不仅如此 有趣还会强化别人对你能力的印象 让你更有可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位教授 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他们想了解 有趣会如何影响别人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 参与者每个人都要写几句关于瑞士的宣传语 然后互相展示进行评价 一方面要根据宣传语评价出每个参与者的有趣程度 另一方面要评价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能力印象 结果发现 人们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有趣的人的能力评价 要高于不是那么有趣的人 生活中也是这样 假如你是面试官 要在两个实力相当的面试者当中进行选择 你是不是也会更青睐 在表达上风趣幽默的那一个呢 下意识的认为 他更会沟通 更善于与人协作呢 当然 有趣不仅可以提升辨识度 增强能力印象 还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一点我们应该都深有感触 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毕竟谁不愿意和有趣的人多交流一会儿 多相处一会儿呢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看 有趣不仅仅是一项能力 它跨越了其他能力 有趣更像是一个系数 有的人系数只是1 甚至是0.5 那么他的其他能力就没有通过有趣变得更大 甚至有些能力还会被埋没 被低估 而有人的系数是1.5 那么有趣就会把他其他的能力放大1.5倍 从而提升了竞争力 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有趣的重要性 因为有趣这个系数的效应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我们的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呢 首先在个人发展的初期 人们的能力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前期差异大 比如刚进入职场的新人 就比较容易在某一项能力上显得很突出 要么是口头表达能力 要么是逻辑思考能力 总之那种其所有能力于一身的职场新人是很少的 另一个是上升空间大 在初期阶段 许多能力才刚刚被我们发掘或应用 即使我们还没有突出的能力 也可以去打造 这个时候 有趣的作用就不会太明显 然而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作者在做职场培训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受 他发现 培训学员的层级越高 同一层级的人群之间 各项能力上的差距就越小 比如 总裁班的学员在深度思考能力 学习能力 逻辑表达能力等方面 普遍都很强 他们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职场新人之间的差异 因此 当其他能力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 有趣就显得格外重要 就像当一群同样身批绚丽斑纹的猎豹 以相同的速度奔跑时 能让人记住的是扭头做鬼脸的那一只 当然 有趣还有很多作用 比如有趣的人往往负面感受更少 有趣带来的愉悦感受 可以让我们从疲惫中获得能量 有趣可以化解人际紧张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总之有趣非常有用 在了解了什么是有趣 以及有趣的重要性后 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讲 怎么样才能开启有趣的大门 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呢 前面我们讲什么是有趣的时候 说到 有趣是一个多维且深刻的定义 既可以体现在外在的表达或行为方式上 也可以融入内在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或者我们所谓个体的存在方式上 所以怎么开启有趣的大门 也得从内外这两个方向入手 咱们先从内在说起 两个提示 第一 你要敢于把真实的自己暴露出来 第二 你要提供一些超出别人认知的东西 有时候做不到有趣 是因为我们总想表现到完美 觉得大家都喜欢完美的人 不知不觉就容易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 那自然有趣不起来 因为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首先要放下自我 甚至可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缺点 人们真的总是喜欢完美的人吗 有一个心理学实验给出了答案 实验很简单 就是让几十人对四位面试者的面试场景进行打分 看看谁更有吸引力 第一位面试者答对了大部分问题 并且面试的全程没有任何过失 而第二位面试者同样答对了大部分问题 但面试结束的时候 不小心把咖啡撒到了身上 第三位 虽然仅答对了部分问题 不过面试全程也没有任何过失行为 最后一位答对了问题最少 并且面试结束时出了仇 结果发现 大家认为最有吸引力的人 并不是第一位表现完美的人 而是第二位能力优秀 但表现不是那么完美的人 所以人们并不总是喜欢完美的人 问题是 为什么出丑这种不完美因素 会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呢 作者说 因为不完美 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更真实 更普遍的一面 也会让我们觉得 那个人和自己更相像 给我们一种鼓励 让我们也接受自己身上的不完美 当然 承认自己的缺点 其实非常难 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缺点 真的有多么糟糕 而是因为我们会不自觉的 放大自己的缺点 作者想告诉我们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缺点 和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缺点 这之间是有差距的 但这个差距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别人看我们的缺点 也许不像我们自己觉得的那么严重 这可不是作者的主观猜想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们就做过类似的实验 证明了当我们自己认为某个缺点很严重 很负面时 别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 好 当认识到暴露缺点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后 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将缺点进行放大 这里的放大不是指发扬光大 而是说要敢于主动的把缺点暴露出来 比如有一次演讲的时候 身高1米63的喜剧演员凯文哈特走上舞台的时候 发现话筒被高高的支在舞台中央 他上台第一个动作便是刻意用看似很费力的动作 把话筒的位置调低 然后调侃道 我知道你们在整我 观众瞬间被他逗乐 这里观众觉得有趣 其实并不是在嘲笑或在意他的身高 而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对自己彻彻底底的接纳 因为只有接纳了 才可以把缺点当做一个皮球 任意的玩弄 作为观众才会觉得有趣 而不会觉得很尴尬 这种对缺点的接纳 体现了一种让我们羡慕的状态和勇气 当然无论是认识到缺点并非像我们想的那样糟糕 还是敢于放大缺点 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目的 作者说 真正的目的是在我们内心层面 让缺点可以与我们共存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缺点有时候是有趣的基石 而不是绊脚石 好 说完了关于自我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认知部分 前面我们提到 当人们体验到有趣的时候 得到的往往是一种积极的触动 或思想上的延伸 这就意味着 不管以什么方式呈现 有趣的人至少会有一些超出我们已有认知的东西 否则 我们不可能被触动 或者被启发 有趣的人的认知 要么比其他人更广 了解其他人从未听闻的新大陆 要么比其他人更深 察觉到其他人没有留意的细节 要么针对同一个事物 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 那获取认知的途径有很多 比如自己阅读 听别人讲 观察身边的事 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认知的广度 让我们知道更多的东西 但是要获得更深刻的认知 作者认为只有自己去经历 去经历了才能让认知有厚度 你看去字左边是走 右边是取 不就在提醒我们要边经历边获得吗 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视角 看看有趣的外在表现有什么 能展现出来的有趣 无外乎两种方式 表达和行为 是什么让一个人的表达更有趣呢 为什么有的人一张嘴 就会让人笑出声来 而有的人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作者告诉我们 这是由四个方面的差距导致的 呈现的态度 表达的内容 进程的节奏 以及表达的角度 我们重点看看 呈现的态度和进程的节奏 这两个方面 当一个人只想展示自己包装过的一面 而不愿意敞开和放低自己时 这种绷着的状态 很难让别人放松下来 也很难让他变得有趣 在许多有趣的表达中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 带着轻松态度的调侃 自嘲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比如作家于华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有很多有趣的语录 比如有人称赞一个人的作品的语言简洁 一般人会说谢谢 但是作家于华面对这样的称赞时 他的回应是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这样的回答 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于华之间的距离 那自嘲除了可以拉近距离 有时也可以用来化解危机 比如2018年 肯德基由于更换了新的物流供应商 导致全英国的连锁店 一度缺少盐 番茄酱等调味品 甚至连鸡肉也没有了 为了处理这次的危机 肯德基并没有选择补救形象 为自己说好话 而是直面尴尬 做了一个大胆的广告 对不起 作为一家卖鸡肉的公司 我们没有鸡肉了 这太尴尬了 这个广告带来的效果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各大媒体讨论的重心 已经不是肯德基的负面问题了 而是这则带有自嘲色彩的广告 多么有趣 经媒体的宣传后 这条广告获得了大约10亿人的关注 这就使得消费者的关注度 从之前的7%上升到了29% 并且对品牌的印象值打分 也比一年前更高了 为什么自嘲的人会让我们有积极的感觉呢 作者认为 那是因为他们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真实 他们没有试图伪装自己 而是选择坦白 自嘲让我们看到了 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的勇敢 而这样的人是如此稀有 除了带着轻松态度的调侃 我们还可以改变我们表达的节奏 比如很多人都喜欢听相声 听评书 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讲法太吸引人了 一个又一个的冲突悬念 一环扣一环 就像是一根系在我们大脑上的绳子 紧紧的牵引着我们 说到故事情节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 一句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吊足了听众胃口 让人心痒痒的 再比如美国著名主持人艾伦德珊尼斯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是这样开场的 非常感谢欢迎来到奥斯卡 紧接着他表情凝重的说 我得告诉全世界正在收看的观众们 这几天我们都不怎么好过 听到这里啊 台下的嘉宾以为接下来他要说关于世界和平或种族歧视等问题 就在这时他突然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道 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 台下的嘉宾刚刚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舒缓 并爆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所以你看 一段有趣并且吸引人的表达 不论长短 其中都带有一点冲突和意外 冲突带来的悬念就好像是路上突如其来的一团迷雾 我们急切的想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 意外则像是忽然出现了一个转弯 把我们带到了预料之外的风景中 说完了表达 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有趣 书里面列举了很多形式方法 我挑一个典型的行为和你说说 假如你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可是你的家人希望你成为一名钢琴家 你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人两样都没耽误 有一次他站在钢琴边 问台下的观众 你们喜欢好听的音乐吗 有一个观众高声回答 是的 这时他没有开始演奏 而是拿起乐谱递给那位观众 说给 这要两美元 观众被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钢琴家逗得大笑 他就是喜剧演员 兼钢琴家 维克托伯厄 在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 哥本哈根为他竖起了一座雕像 这不只是因为他钢琴弹得好 也不只是因为他的表演超过了其他喜剧演员 而是因为他将钢琴和喜剧融合在了一起 这就是混搭的火花创造的有趣 当然 我们不需要像他一样 创立一个全新的流派 哪怕是日常的事情 我们也都可以创造出混搭的火花 比如 将运动比赛和公益捐款进行混搭 就会让两个看起来单调的活动 变得有意思起来 那把玩积木与企业培训进行混搭 通过游戏的形式 让员工体会合作的重要性 是不是就比单一的讲座更有吸引力 把不相关的事情进行混搭 就会带来一份新鲜感 让我们觉得有趣 好 说到这儿啊 这本有趣就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作者还有两点叮嘱 第一个叮嘱是 从如何做到有趣的角度看 外在的言行最为直观 也是最容易习得的 但是作者依然想强调 有趣更为根本的是内在的部分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如何认知 比如自嘲表面上看是一种表达技巧 但其实更关键的是我们内心 能否接受自己的缺点 再比如混搭的火花 表面上看只是做事方式 但是却需要在认知上 看到事物之间的关联 才能做到 反过来 当我们的内在足够丰富 足够扎实 外在的部分也会变得更为轻松自然 因此 有趣是由内而外的 第二点叮嘱是 有趣是有底色的 它的底色是积极 善良和真实 有些人讲的笑话 也许可以把你逗笑 但是你未必觉得 讲笑话的人是有趣的人 有时候甚至觉得 让人产生反感 所以有趣不是滑重取宠 有些人行为非常滑稽 技巧十足 但我们也不会觉得有趣 反而只能看到一个坐坐的外壳 所以有趣也不是故作姿态 有趣的人一定是积极的 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 就像罗希尼对美食的喜爱那样 或者是一种对美好的追求 又或者是一种对世界的洞察和探索 有趣它还得是善的 如果没有善这个标准 就可能刺伤他人自尊 有趣还得是真实的 因为你不需要像任何人 像自己就可以 你只需要把那些 一直藏在身体里的宝藏挖掘出来 它们不需要多么闪亮 只要带着你最本真的样子 与情趣就好 这就是有趣的底色 积极善良和真实 有了底色才可以继续为有趣上色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